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陆军备议少将 曾任921台中东市救灾指挥官 对军方救灾作业及动员布局辽若执掌 马锡萍 自身媒体人 否计马政府救灾应验能力 对历任总统勘灾效率及国军调度有独到见解 李天驳 国安评论专家 曾是水灾受灾户 对外交部婉拒万元的政治操作及阴谋论有不同看法 白纸黑字如假包换的外交部电报 要外管告诉各国捐款应该汇到哪个户头 但如果是物资或救难人员请予以挽献 逼得外交部不得不承认 封灾一开始确实拒绝外援 但这么下的决定到底是谁给的建议 当时我们得到的资讯 当然是跟相关的单位联络 我们得到资讯是如此 所以我们很负责任的就是说 基于职权将外管所先申报 灾情从上周末开始扩大 8月10号星期一 国际想要持缘的讯息传回外交部 隔天次长夏立妍就召开会议 讨论要怎么回应 外交部说会议上他们致电消防署 确认不需要人力物力的外援 才发电报给外管 但消防署却说没这回事 那这边有跟你们诊讯过吗 我没有诊到这边 我这边没有诊到这边 消防署长黄继敏 愤愤不平地否认自己有被遮寻过 不过前一天 他的副署长是这样说的 当时其实人力分这个基金的部分 资源的部分是够的 这个因为灾害一直持续在 这是第一时间的状况 事实只有一个 外交部消防署说法却大不同 万事莫若救灾集 政府单位这时还请内护 第一时间误判或许情有可原 但认错真的有这么难吗 好 那么这次下次长 对不对 这个已经请辞了嘛 那么欧宏廉说 这个有关于这次的白幕外交事件 欧宏廉没有说白幕外交 白幕外交是我说的 一般民众都是这样来称呼嘛 对不对 这次白幕外交事件呢 他说总统府事前绝不知情 那有做了一个民调问一般的民众 62%的民众不相信 马总统对外交部拒绝外援的事件不知情 问一下这个欣宏兄 因为流程是怎样 有可能总统不知道 有可能 因为根本就没流程 那62%的居民应该不是不相信 是不敢相信 不敢相信总统不知道 可是外交部不是所有的 所有对外的一个文件 总统府国安 国安会这边应该有留一份吧 有可能 因为在那个时间点 我认为外交部根本搞不清楚灾的情况是什么 所以他认为他只要去问 从他们的资料来看 他说只要问消防署就好 事实上 这个如果在以前李简总统时代 那个是SOP的一部分 你当开始启动救灾以后 一定会牵涉到你需不需要外援 那时候谁是统筹机构 在整个SOP上都清清楚楚 是谁 这个事情一定是当时候的救灾指挥中心 一定是救灾指挥中心去决定 而不是由外交部去决定 我们民众很想知道了 那他说他有询问过 他的询问是无效 其实从这一次外交部的说 他河盘拖出 一看 这个根本不是SOP 根本是属于他自己的所谓的判断 那外交部怎么能够判断一个灾变的过程里头 我们需不需要什么样的外援 他其实问也问错人 问消防署也不对 所以这整个的结构其实是出问题的 所以问一下西平兄 这个恐怖了 那天外交部发那份文 好像是8月11 我记得是 是不是8月 好像是8月11 对不对 那也就是说8月11的时候 根本我们的政府中央的机关 根本不知道灾情有多严重 所以才会发出这样子的函 西平兄 而且马英九是有说 他一开始外交部这个函出去 他都还不知道有这个函 他也说没有拒绝 第一个马英九是不知道这件事情 而且马英九没有拒绝外援 这是确定的事情 但是马英九最大的优点 也是他最大的缺点 就是依法行政四个字 他太注重这四个字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他认为国家有SOP 什么是SOP 就是新的灾害防救法 因为灾害防救法52条 对于秘密麻麻 如果你们有去看 对什么权责单位负责什么 什么权责 规规矩矩 所以他认为 你就照这个去做就行了 每个单位都有负责权责 就照这个去做 所以他认为 你就推动灾害防治法 所以他认为连紧急命运都不予发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灾害防救法里面有规定 这个灾害防救的 这个主要负责单位 是行政院跟内政部 所以中央灾害 这个中央灾害指挥体系 是由内政部部长 是总指挥 因此呢 他又掉到那个宪法里面去了 这既然是行政院的权责 他就不能够去 做很多指挥 他不能要求你 什么事情都给我报告 所以很久就 老是掉到这个里面 出不来 所以他被这个法困住了 今天我告诉你 其实灾害防救法里面去看 灾害防救法里面列了多少单位 我看 这种单位列越多 多头马车越惨 灾害防救里面列 水利署 它属于什么单位 经济部 它要列水保局跟林务局 它属于什么单位 农委会 农委会 它要列交通部 它要管这个交通气象 是属于交通部 还有更重要 桥梁归水管 公共工程委员会 公共工程委员会 我可以举一个很鲜明的例子 嘉义县长马上 因为灾情很严重的是在嘉义县 嘉义是OK 是不是嘉义县长应该要来 可是他既然让候选人站在他旁边 我相信这个不是马英九主动的 候选人自己就会站来了 对不对 嘉义县的县长候选人 结果呢 为什么没有 后来问说 为什么没有陈明文来 很简单 因为呢 他是在嘉义市的范围 因为那个桥呢 一边是嘉义县 一边是嘉义县 他站的是在嘉义县这边 他并没有到嘉义县的那个区域 所以他在这边看对面的那个灾情 所以因为不是到嘉义县 所以不用找陈明文来 这就是问题 你现在听到有这个逻辑吗 对 恐怖恐怖 但是 我跟你讲没的 你回学校教书好了 我刚刚讲的是 我刚刚讲的是很像 各部会的联系 有问题 实际上联系 中央地方更多问题 今天因为水灾在绿的 绿的深略区域 深略区域跟中央呢 老实说就是 彼此间就有点怪怪的 你知道吗 联合的真的是有怪怪的 我们不必在那边指责什么事情啊 在8月9号 马鞭就要去台南 但他知会地方 说我要去台南 就台南地方这么说 你不要来 叫他8月9号不要来 既然地方 地方官不欢迎他了 他就不去了 我告诉你啊 我今天不指责中央跟地方 但我告诉你 我们横向联系有问题 我们指向也有问题 所以问一下 这一次这个美军的援助来了 结果呢 我也觉得很特别 肖将军 美军来的这个救援物资 怎么会从高雄 台南运高雄 高雄又运台南 军方在干嘛 这个其实 不光是军方有问题 其实是 应该是救灾中心 要去统筹这个事情 军方也许 他只是协调运输的过程 用不见得百分之百 因为这个东西 美军要送这个物资来以后 要先了解 我们救灾中心 应该要先了解 是做什么用了 先给他搞清楚 然后交给谁用 那军方才把这个东西运给他 那等于说 人家来的东西 我们怎么用 事先都搞不清楚 所以其实 这个是救灾中心 有问题 应该先把这个东西 到底做什么用了 先搞清楚嘛 你都不晓得 怎么用 那人家要来什么东西 没有事先告诉我们吗 血淘不够 应该是血淘不够 他这个是 就是说 美国先前来的 那个国土安全部的 那个人来看了以后 李比 李比来看了以后 这些布是用来干什么的 他认为 那个冲刷的地方 是可以去防的 防冲刷 然后遮雨棚 然后最主要的是 防水土冲刷 可是 他去看了回来以后 他应该召会谁 谁跟他接头的 他应该召会谁 然后你中央 乱了 没有人知道 连送给军方 军方也不知道 那你灾区 哪边提出需求 这些 所有的程序 没有了